需求大概這樣,單位部分 第一個,怎麼樣做下拉清單 我想前面做過 這個下拉清單來源就是底下的A15到A17 所以我們怎麼樣做一個下拉清單最快 你可以在另外一個地方建一個名稱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說你這個清單比較固定的話 我們前面講過,你可以從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應該還記得吧,這邊有個什麼清單 然後來源就是15.16.17 這個是固定的,如果你的變動不大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如果說你有變動的話 你就自己在另外一個地方建一個什麼清單 然後再把它載進來 這個前面有講過,請各位再回去看 那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更正一下,應該不是 前面還加個A 所以這邊的話,資料驗證裡面 這邊再加個A 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在這裡需要做什麼呢 需要做一個清單 然後這個清單的話呢 就是分別是哪一個單位 比如說A15的這個單位 A16,A17的這幾個單位 那我下拉之後,如果我選了A15的話 他要去A15裡面 撈他們 比如說102年9月的資料放過來 9月的資料放過來 那怎麼樣把這個資料放過來 那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先把清單做完 第二個的話呢,在開發人員裡面 在這個地方,Visual Basic裡面 那這個我已經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 本來感覺應該程式很複雜 其實就這麼幾行 就六行程式就搞定了 那這地方怎麼寫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先找到我這個檔案的 這個 project 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什麼模組 插入模組之後的話呢 再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的話 也許我叫做單位好了 這個是根據哪個單位 如果我今天呢 輸入 比如說我今天 就是用下拉清單選的哪一個單位 他可以自動幫我把我要的資料帶過來 那單位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那我們要怎麼樣撰寫這個範圍的程式 其實將來你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現在主要的這個工作表 你就可以不需要加那個工作表名稱 或者我們怎麼樣 第一個 因為我將來要帶的資料是從 比如說A16好了 那我選A16 我要去A16這個工作表裡面撈 撈什麼資料呢 撈這個 撈哪個資料 撈102年的 比如說9月好了 那就這一個 這個是K6 那如果103年的話是W6 那把它搬到哪裏呢 搬到匯總表的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 那這兩行程式就可以寫完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怎麼樣把這兩行程式寫過來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先在這個地方插入一個程序 再來的話呢 因為它要撈的資料 特別注意喔 不是只有一個喔 它是包含連底下都要撈過來 所以它的範圍是 這一個我看 A16有沒有 從假設是102年的9月 這邊一直抓到這邊 所以喔 它的範圍是6到 最下面這個不用抓 6到19吧 不夠這個範圍 是不是6到 這邊是7到19 是不是 少兩欄 有少兩欄 少兩欄喔 所以喔 那如果說這個 我之前沒有特別去算 所以我算的是 假設我們今天要撈的是 少兩欄 那就最下面這兩欄不要 假設我今天要撈的是 9月份的這邊 一直到這邊好了 假設這個範圍是 6到18 OK 那我們如果說程式要怎麼寫 第一個也是跑回圈 那回圈的話我們前面講蠻多的 4i 列的話呢 等於7到19 那這裡的話是根據這個匯總表這邊 來的7到19 它的範圍 也就是我現在要把資料填過來 那我這邊按Enter兩下 NAS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把後面的資料 後面的這個工作表的資料 帶到前面的話 特別注意喔 寫過來的一定要記得寫在前面 所以前面的話呢 加上一個Sales 鋪死、刮鬍 列的話呢 給它一個列 逗點 哪一欄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是1欄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輸入1 哪一欄 那從哪邊來的 後面這個 那後面這個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前面的部分 如果說你將來的按鈕 是放在前面的話 這個地方前面可以不需要加上那個工作表名稱 因为我将来按钮确定是放在这里的话 可以不用加那个他的工作本名称 可是后面我要从后面带的话 那你要必须告诉他说哪一个序子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呢是序子 刮胡之后的话 后面我们给他的是单位16 就从单位16抓过来 所以后面的话你给他一个这个名称单位16 不过将来这个地方要写成A16 单位A16 这边少一个A 然后等于这边点从哪边抓呢 从Sales 那一样嘛 只是说多了一个什么呢 多了一个我们的序子的名称 然后列的话这边记得是I 因为后面的是少一点 所以我就把它-1 然后再从哪一栏呢 从K栏里面去抓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K栏的资料带过来 所以这里的话 假设我今天这个地方先把它删掉好了 这边先删掉 因为前面的资料是由后面来的 所以会有错误了 这是正常的 OK 那我如果执行的话 假设我现在执行 那我从后面抓过来 我试一下F8 然后后面先抓一个过来 先抓一个过来 下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 你会发现它就自动怎么样 从后面 等于是后面减一栏的资料 当然如果你有两栏空下来 可能你就是把它掠过 看哪两个掠过 好 那除了这个102年的之外的话 还有103年 103年 103年是从 一样的逻辑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复制 后面的103年就是 把这边放在哪里呢 放到的是G栏 所以这边的话 前面改成G 那一样的单位 后面改成W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写103的话 实际上也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个删掉 这一个也删掉 那如果说它动态把它带过来的话 这边一样直接执行 直接执行过 你会发现自动就带过来了 但是呢 现在只能带单位16 而现在后面还有15跟17 我有什么方式 可以动态的 假如说上面清单改变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用变数的方式 自动填一个数字过来 填一个应该是自创过来 把它做变更 那没问题 这个地方把它切 那来源的话呢 就是从上面的这个下拉清单过来的 所以这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那除了这一个跟这个之外 后面还有这个 跟这个 加总 那这里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有延续性的 前面我一直强调 就是说如果你要输出的话 写在前面 所以我们要输出的是 E栏跟G栏 所以E栏跟G栏 输出什么 后面的资料 那一个是 从K栏里面 另外一个是W栏里面 那列的话 刚好是-1-1 OK 所以你把它执行过 它就自动怎么样 会帮我们把A16里面 后面我们要带的资料带过来 那再来的话 后面还有两栏 加总部分 那加总的话 103年跟102年 那分别它的范围在O到W 那其实就这个 为什么O到W 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为O是指的是1月 那一直到W的话 就刚好是9月 所以它会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加起来 那102年的话 刚好是C到K 这个范围把它加起来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 要把这个地方 写到我的程式里面 有什么方式比较简单 第一个 写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第一个 你先输出的部分 输出什么呢 其实这地方 先copy一下 然后呢 我就把它贴一下 拿一栏改一下 比如说我要输出的是 103年的9月在I栏 所以这边的话 给它一个I 大写好了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那个公式 那公式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公式的话 你可以先双引号一下 双引号之后的话 从这边 特别注意 你可以把这边的公式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直接copy 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贴过来哦 这一招其实比较简单 那当然 在一般的书里面 会用那个 另外有一个方法 这application里面 有一个叫worksheet function 等于这一个啦 不过我觉得 那样的用法也可以 只是说我觉得没有这个方便 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的地方 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公式 选起来 复制一下 特别重要 再取消哦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否则如果你现在切到这边 你现在发现点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边没有取消 取消之后呢 你再到这边 把这个公式把它贴上 那贴上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范围 不过将来这个地方的 A16 必须要改一下 因为现在都 我们只是以A16当基准 那再来的话就是 这个是103年1到9月的加总 那如果是再来的话是 2月的加总是k欄 所以输出的方法也是一样 就是把前面 C到k 把它加总 好 那加总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结果 放到前面的 OK 那这样的话呢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它永远都是6 那如果说我将来呢 希望这个数字怎么样 这个数字呢 把它改一下 因为将来往下 资料必须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必须把6 把它改成上面这个 I-1 这边最好 不过这个地方 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呢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6 改成一个变数 这边最第一个动作 把它双引号 切开来 因为它实际上 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字串 你必须把它先切开 那切开来的话 必须 给它一个双引号 是接前面这个双引号 给一个后面双引号 然后呢 再end end 串接 串接 串接什么呢 串接一个i 不过呢 这个数字 前面是7 可是后面我要抓的是 刚好少一列 所以必须把它-1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以后这个数字 就会是变动的 不会永远是6 那后面的部分 其实到底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把双引号 如果你做完一个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双引号这个范围 Ctrl C 然后呢 再把它贴到刚刚这个6 W6也是一样做法 OK 好 那这个6也是一样 Ctrl V 贴上 这个恐怕是比较难一点的地方 可是你这个地方如果会做的话 以后呢 你这个公式 就可以变成什么 动态的 它就不会是固定的 因为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只是给6的话 那它只会抓第六列的资料 但是如果你这个数字是变动的话 将来它会自己去帮你抓到你要抓的那一列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底下也顺便做个清除 那清除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这几蓝的资料 1 1蓝 G蓝 跟这个 I蓝 还有K蓝 这边做个清除 那清除之后的话呢 在动态给它 这个先清掉 清掉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分别是 这一蓝 这里面空的 然后从后面带 一个两个 这个是加总 这个是加总 OK 那我如果说直接执行的话 直接执行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执行过之后的话呢 刚刚的公式一样会自动带过来 而且这个数字是6 6 O6到W6 下面的话呢 O7到W7 有没有意思类推 也就是说呢 我刚刚这个地方 如果要把公式变成活的话 就必须先贴上这个公式 之后 特别注意哦 把那个公式贴上之后的话 再来修改后面 后面这个可能是最困难的点 把6先选起来 然后再加上把它切开来 这个地方 再切开来之后 就可以加上这个 I-1 它就会变成动态的 OK 这里的话呢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试一下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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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